前進 前進 生生保養 這是台灣人民 全開定位心表明 這是台灣人民 願望成功描迪勝 這是台灣人民 願望成功描迪勝 我非常謝謝楊營長 敬愛的師父 還有各位論述的學者 今天我以自己今生的體驗 談到宜蘭道場整個建設過程 當時在民國91年 我接到某個訊息 他告訴我說 你要出來弘化 弘化立身 但是因為當時我的事業很忙碌 但是再次沒有辦法 就停了半年 停了半年 這半年之間 不管是做什麼生意 做到買 頭都很好 簽了都要簽回來 就叫做他都沒了 都沒了 所以那半年裡面 我結果虧了多少錢 自財虧到一千萬 虧到一千萬 虧到一千萬 所以日常沒辦法 我沒有辦法 就想說 沒生意都要做看看 我自己也想說 我擺盤 都是父母動 父母動 沒有財力 父母克子孫 那就沒財力了 生意都不用做了 所以那個時候 我正好一道生活是一個法會 完了之後 家人就在大雄寶殿 來徵師老祖 徵師弄作了 我是為什麼 怎麼這麼不順利 這個不順利 剛才把他拔杯而已 拔杯 拔到杯 英華三杯前 你會出來逢我離生 你會出來逢我離生 所以當下我們家族企業 大家都說好 所以我現在 我幾乎出來 你們有意見 沒有意見 沒有要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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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加很多的提示 大家配合 所以我那個時候 就跑到大丸寺 就跟師傅講 師傅啊 你說要叫我逢我逢我 我決定好了 我決定要出來了 師傅呢 就拉著我的手 走走走 說你不能直接說 這樣說的不存在 走來弄作頭前 有師傅的頭前 他去那裡說 我問師傅啊 現在我在三重 盧州很熟啊 很熟啊 很熟啊 所以其實我當時在第三屆 第三屆 我的朋友 去讀第三屆有五十五位 五十五位 我沒有跟他們說 他自己去報名 五十五位 所以 所以那時候 我聽說 師傅如果叫我在三重 深重地區 如說 還是五谷 五谷 五谷也可以啦 所以 我招生節就沒有問題 所以 所以我跟師傅說好了 師傅說 我說 你要去哪裡 你要去九安十八萬 我說九安十八萬在哪裡 台灣哪有留九安十八萬 他說 那就是宜蘭啦 所以 當下師傅就跟我講說 你喔 你這個很重要 各位 你已經慢了兩年了 還慢兩年起來 我說師傅啊 你跟我說沒多久 你跟我說十八年而已 你如果沒有跟我說那麼久 他說 你不可以是你 你跟他招待到 你 你就是要出來 方法理性 你跟他招待到的問題啦 不是我沒有跟你說 沒有跟你說 也是要玩你的腳 所以 所以當時師傅跟我講說 你喔 不管如何啦 你到 夠擬隊 要開兩班 你回去招待 招待 但是 你 你要去 想去三千六跟 拜拜 去這裡 去那些三千多座 派火花給你 你打三天了 那當時我 去就買一張地圖喔 開就開了 直接往 往宜蘭走 路都不熟呢 我們當時沒有GPS 就到底在哪裡 三星宮在哪裡 也不知道 所以師父告訴我 我去三星宮 三星宮拜三星堂祖 到那時候 到那時候 立頭落山了 那在棟山嘛 不知道嘛 他都問他 問他 到那時候 他就立頭落山了 這棟起到廟的時候 看著說 現在什麼東西都沒有啦 廟休息了 廟門都開起來 但是開關線的空間 所以我就說 阿嬤要問他 講不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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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說 我剛才在那個樓棟 樓下 我在來的時候 有看到人家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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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開下去 開下去 全家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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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我們洪華理醫生 請你那一頂 要幫我倒三天 我心裡來講 講講了之後 那個雞子也不收了 在那種情形就回去了 結果我們禮拜六 我們上課的時候 師傅就跟我講說 朵祖公 你有棋子 他鼓大映了 他說他也派給我自己倒三天 所以我們就 就在十一月 在十一月十號 九十一年十一月十號 在北城設計佛同中心 聯合開課 那時候北城一班 一班在我們旁邊這裡 五三家 五三佛同中心 就兩班就開始了 從那個時候開始 後來隔了沒有多久 師傅就跟我講說 你上課的時候 然後呢 你上課的時候 然後把法麥產生圖掛上去 平時沒有一個固定的地方 所以那些地區 領域很不穩定 很不穩定 叫你去買土地 師傅說得很客氣 叫我買土地 我買土地 要去土地 所以當時呢 師傅當時我只想說 那花蓮道場不是用租的嗎 那我用租的也可以啦 師傅就說 師傅 師傅沒意沒意啦 這樣喔 好啦 好啦 那我就想說 這樣用租就好了 沒有 腳那麼多錢 算不好了 也沒辦法 我用租就好了 結果呢 找了整整一年 我差不多 差不多看廚 不知道看過十間啦 看到那邊 上課都比重點來 那就找不出啦 找不出啦 到那裡 師傅就是那位師傅說 你 你喔 你在臨時陀上 你到附近 去看看就有了啦 結果 就看到這堂堆 看到這堂堆 那時候來到這裡 看到這堂堆的時候 我看一看 哎呦 那個金星落賣喔 看那個腐壁 腐星 畢星都有 都有 腐壁聲揮 都有 而且坐北向南 哎 我看的是這樣子喔 但是呢 它後面是義帶水 義帶水 門口這裡就是義帶水 所以義帶水呢 義帶水呢 義帶起床後面 起床後面才對啦 你若是起床頭前 你後面就要留買了 當時我這樣想喔 所以 看到之後 但是呢 我當時沒有什麼經驗 傻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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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人家去那堂堂堂 就要跟他講而已 喔 堂堂堂 看到他 他說 哇 你要穿這個什麼衣服 我穿那個褲子啦 我穿那個褲子啦 哇 你穿這個什麼衣服 你們什麼衣服 我在問喔 這個尾心中的耶 尾心中的耶 尾心中 啊 你這個要做什麼 他說 要去土地呢 你們這個要穿什麼 我穿那個衣服呢 他穿喔 他穿喔 他穿最好啊 他就 高天說我穿那個衣服呢 是價值得出機會了 好 給我一萬六千塊 啊 第一次呢 我當時會穿過 我穿過 我就說 這個土地喔 九千五億買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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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在戲 就是在戲夜 九月份 這個土地就買得到 結果呢 後來 後來看過之後 後來看過之後 就沒有很積極跟他接觸啦 心裡想說 如果這樣貪負的 還要 兩歲的時候 就跟他 好像沒辦法做錢 錢還要貪貸 結果 就這樣 因為這樣子 這樣子 貪負的過程 時間也蠻久的 結果他講 對方 每打的意思電話來 結果他就降一千塊 同一千塊 這個土地是八百八八名 同一千塊 我就生八十八萬 我還要貪貪 我們請我貪貪 如果鐵子卡電回來 我就生八十八萬 我就想 還要貪貪 還要貪貪 可以貪貪 還要貪貪 還要貪貪 那時候 剛才我們 要結業典禮 在那個高朝西尼 高朝西尼 也結業典禮 東海大學 然後我跟師傅報告 我說地主已經降到 一萬塊錢 一平一萬塊 師傅就跟我講說 要貪貪 好 一百塊要貪貪 我說師傅 但是我 我第三次是九千塊就買到了 他說你不能夠等到九千塊 就好了 你剛才知道 你比較貪貪 沒關係 表示有真值的空間 所以你就 你就 九一億萬塊錢 診數 結業典禮就好了 師傅說 這樣好 這樣好 結業典禮 結果師傅在 東海大學 結業典禮上 就當眾就宣布 他說明天 宜人道長 土地要簽約 我以前聽說 哇 師傅 你說結業典禮 他說 他 這事情 這麼大條 一個發脊子就拼了 好 到那時候 好 來 要做 就要做 就住到 九十一年到九十四年的中間 相近四年的時間 到九十四年 所以 那時候 師傅 告訴我 他說 他說 等一下 結業典禮結束之前 之後 你到台中大廠來一下 你來台中大廠來一下 我就 前後來 師傅叫我去 我去 因為台中大廠還要去 還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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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到現場之後 師傅說 師傅坐在椅子上面 兩個腳翹起來 我看起來很反應 師傅說 我每1千塊都沒錢 他說 紅包的要去拿一台 校 然後匆像 拿個 銀的紅包袋 拿下來 然後 匆錢 回控 匆不到一萬塊 我都抽不到一萬塊 大家錢料買一萬 剛才放了一萬 紅豆也落落 來來來 電話來 我告訴你 這讓你到達三天買土桌 這要做什麼 我說我告訴你買土桌 你要簽名嗎 你讓你到達三天就好了 結果我接過來之後 師傅又講一句話 他說 一萬塊是來倒三天 怎麼不夠的 主持有節 我當時 也不會說他沒出來了 我說好啦 好啦 我這樣就好了 謝謝師傅 我就這樣 我家裡的兄弟姊妹 都在現場 接著都不去 結果他們就問我說 欸 你 你 你同學的 都總 所有 所有人包 紅包 你以前都是拿去給 台安市 給台安市 後 你轉到什麼 其實電視台剛才 要開始了 也不是沒有經費 後來有些師傅跟我講說 岩文老師 你如果不一定 要靠 你是不是來 擱用衛士台 我說好啊 又是來 衛士台 所以就把所有的 包來紅包 人包拿來 我拿來 我就轉路 轉路 所以這個事情 也不知道多少錢 幾包 五包 五包 十包 都落去 所以 結果說 欸 你都沒有欠半線 你感到 他說 啊 這齁 這齁 一行的態勢 我們做到生理 齁 省錢是三不便 所以做生理就是 錢是 你來 你去 就好 不用怕 我覺得 這齁 這齁 我這麼有經驗 結果我從台中大廠出來 出來 聯繫接到兩通電話 兩通電話 就學員說 欸 老師啊 你要揹頭腿 我們怎麼都不知道 他說 欸 我也在 我今天才知道 師父說 我就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 你要簽廟 你怎麼 頭腿怎麼簽廟 你怎麼知道 我說 我也不知道 可能要跟他講一講就好了 他說 頭腿簽廟 成就 你哪有 一些 既然 他說 這樣 你跟媽媽說 沒有 沒辦法 他媽媽照理好嗎 好 所以 這樣子一計畫 後來就促成了 所以那個到當下 我還沒到 還沒上南輪交流到 支援款就有了 支援款就有了 所以 至於 那時候才肯定說 一萬塊 一萬塊的價值 結果呢 隔天 禮拜 禮拜 禮拜一 禮拜一 在 代事物 開始 開始 簽了個事情 拿了 一百五十萬 當成 支援款 當時 雖然 不到 三分之一的價錢 但是 庭主也只要 只有這麼小 他就 很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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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不願意 結果 我們 這個 頭腿 跟他簽約簽好了 簽好了 當時 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我後來沒有跟他聯絡 後來盜場蓋好了之後 他 以 我們出 付款的過程 盜場盜好了之後 他有答應 他說 你的盜場如果蓋好的話 我要付持 我要布施 他再拿多少 拿十萬 十萬 他說要有正式收集 我說 我沒有辦法開正式收集 如果 一般收集可以的話 你不能報稅 不能報稅 不然你這個 你這個錢拿回去 不要了 我這樣 這樣子 你心裡高就好了 我 我無法開正式收集給你 所以 所以這樣子 後來 那個 尾主 他就說 好 沒關係 普通收集也沒關係 所以會滴水的事情 所以我們當時也跟他講實話 講實話 後來 他 他這個 這個 結果他怎麼樣 到最後 過負的時候 完全 教科清楚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 我說李先生 你 我們再來參加看看 你的肚子 外孫不會你這樣 太熟了 所以 你如果要買我 我可以加幾千塊給你 自己買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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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來 這樣很好 我 我說 我不是跟你一樣 插隊伴 所以我 或是什麼 我 我們這個時候 是真正 買土地 蓋個道場 所以 不會做這種考量 所以 當時 當時 他就 他 已經作罷了 後來他跟我講說 他很奇怪 那時候 他買五塊土地 草地皮 買五塊土地 但是 你來看之後 經年 都沒有人來生產 另外 那四塊 也都沒有人生產 沒有人問 所以 師傅跟我講說 好啦 我去買回來 他就要跳票了 跳票變化拍 也不是那麼好玩 所以我們在這個 整個過程 那個是 開張第一件事情 後來就開始蓋道場 所以 到善良的時候 我們就爬到那個屋頂上 善良 做善良的儀式 師傅就跟我講說 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 北極限天上隊 賢天上隊 他開始 他說這個土地 他才過三千年 我心裡想說 過三千年 哇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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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過三千年 所以 你 你現在 土地開始 他現在 威智 他還在宜蘭地區 現年上隊 還沒有一間 住人家 打開 衛心中 扎可換宜 他有一個 公主 就是 裁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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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年上隊 所以 意思說 師傅就要去那幾天 所以 那就是在三千年 現年上隊 所以 這個過程 所以 我們在 當時 在 3月3號 我們就以3月3號 那一天 為 為正式的 那個安座 路火 路火安座 所以這個過程 我現在 稍微講起來 剛才也很豪大 那一天 所有 其實也是 親友喊 所以 從整個過程 之間的 過程 其實 只有一句話 就是 人住 天住 天 如果沒有處理 不管你多厚 沒有啦 你也洗不下去 就洗不下去 那時候師傅 師傅在那裡 還叫我旁邊 跟我說 你看你說說 你不能 就是說 只要一萬塊都 都解決了 你如果真的欠錢 好 你要跟我說 我說 好啦 好啦 但是這句話 從那邊 那邊跟師傅 接著 我印好之後 我從來沒有跟師傅講說 師傅我在欠錢 所以 在整個過程裡面 這真的是 因為時間的關係 沒那麼多時間 我講 細說的話 有很多 裡面很多基岩 這個 其實這個就是 崎嶇 所以我們所看到的 所以 表面上是看這樣子 但是其實 裡面 有很多 很多 很閒 沒有很多東西 你沒有 真正 體驗到 其實我們有很多 彰掛案例 這裡面 都可以來應診 包括 不然 去 去的時候 那時候 師傅說 那些 如果沒有打鐵機 沒有打鐵機 可能會不會結 他跟我說 這樣 到那時候 我之前 用那個什麼 打鐵機 一支條子 打五支 一支三支 三支 三支 當時我買了 兩百多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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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也是這樣做 掛槍 也是 爹機很用 所以現在建造的 政府看到 不是很漂亮 不過看起來很大氣 很大氣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都是這些義工 大家很合心 大家就 到三天 沒有一個人 寄身也沒辦法 要寄身 還有一個就是 往前都做 都做得舒服 互猶 吃屁 所以我們才 才有這個機會 來完成這個任務 所以我在此 非常感謝 謝謝 法師 任何一個事業 任何一個志業 都有它的歷程 這些歷程 自己經歷過以後 像這裡寫了一個開悟 悟 悟 悟就是要先覺 要先覺 覺悟 覺 覺為上為學 上面就是學 下面就是見 學越多 見識就越廣 見識越廣 就越覺得要多學 所以我們今天 整個這個論壇內 那麼事實上 還有我還沒有說 我要說的主題 我這裡有一本書 這是我幾十年的經驗 心路歷程 都在 都可以從這裡找到東西 我要跟各位大家 談的 我們講 我們專門講世界和平 世界和平的前提 就是社會 就是社會要和諧 社會要和諧 就是我們人與人之間呢 要和靜 尊敬的靜 要和靜 那人與人之間 要和靜 就必須要在家裡頭 家庭就要和順 家裡頭和順 就要先自己本身自我 要叫做和諦 和諦 自己本身要喜歡自己 如果你能夠悅納自己 能夠喜歡自己 你就會尊敬你的生命 你會去在你的生命期間 把你發揚光大 發揮這個作用 所以世界和平是一個目標 世界和平也是一個理想 但是它更是一種漸進的 整個歷程 是我們慢慢的來 所以世界有大的世界 有中的世界 有小的世界 有自己自我的世界 那我是從事 心理輔導工作幾十年的人 我是非常強調 你這個人 如果不能夠自我和諦 不能夠接受自己 不能夠珍惜自己 那你去談很多 遠的東西 都有一點捨盡而求援 所以我跟各位大家所提供的題目 就是所謂的 我們一個人的 所謂的心靈的這個昇華 心靈的昇華 我在這裡頭可以舉 上百個成功的例子 給各位大家做參考 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我所要跟各位大家談的 就是心靈的這個昇華 它的整個整體的概念是什麼 昇華一個最重要的前提 就是你要卓越 各位看 各位看 人家做美食 有美食達人 你做這個所謂的虱目魚 有虱目魚的達人 那你做哪一行哪一頁 都有所謂的達人 這個達人就代表說 他的條件 他的成就非常的非凡 那他這個人 以外 尤其是他的內在的內涵 他的特質 尤其被人肯定 被人尊敬 所以才叫做所謂的達人 那比如說 你做美食 你注意到這個營養 注意到衛生 注意到這個健康的前提條件 讓人家吃下去以後 不但是美味可口 但是又有意義健康 不傷害到這個身體 那你每一個行業都如此 所以政客跟政治家是兩個回事 政客只為自己的利益 政治利益或者經濟利益而做出發點 但政治家 教育家 這是家字號的人就代表 他除了有外表的條件以外 他更有內在值得人家尊敬 值得人家的佩服的地方 那這個人家才會覺得 你是一個所謂的家字號的人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想辦法追求卓越 因為卓越你才有本錢 你不卓越的話 你就出不了口 出不了手 所以卓越是代表我們能夠在內外本身 都能夠更加的進步 更加的這個所謂的美好 所以我們升華本身 就是先大前提要把自己照顧好 比如說剛剛前面 吳院長所告訴我們的 我們要追求身體上的 包括到積極面要增進健康 消極面要至少我們不要有這個病 不要有那個病 我們有病也要去看醫生 我們有病要去做什麼 這是讓你本身先要有這個本錢 所以卓越是第一個概念 第二個概念是我們在某些時候 然後我們不足 某些地方不足 所以我們就在另外一個地方 去尋求進步 殘跡山 我想我在這裡頭提到的 包括到我們這個 日本人的一個移武洋匡 他到台灣來過 他是缺手缺腳的人 他是叫做爬行的人 但是他在游泳上 他參加體育課游泳 游泳我只學到 老師教我我扶著不要沉下去 就是我的我就做到了 我的課就有成就了 那我可以去做什麼呢 事實上他在高中時代 在京都大學 他是他們的橄欖球隊 全國的高中的橄欖球冠軍隊 他去報名說他要參加橄欖球 大家都傻眼 這個人缺手缺腳怎麼個打橄欖球 他說打橄欖球 你們在前方裡頭作戰 我是可以當你們的參謀 我可以當你們的志士 我可以知道說對方的隊伍是什麼樣的條件 哪一個人排什麼正式 我們可以排什麼人下去 結果他們因為他而繼續得冠軍 所以他跟一個個子很高的隊長走在旁 他用爬的這樣子走 人家不是只在看這個隊長而已 更是對他表示尊敬 他在早稻田大學 就把因為他是爬行 所以樓梯他就用爬的這樣上上下下 照教室上課 所以他就從早稻田大學附近的商家去推銷 去說服他們要做那個所謂的殘障步道 然後到國會去說服整個日本政府 開始做這個工程 新的建築都要這樣做 所以他就是這樣一個人 那他如果相對於在台灣 我送給各位的有一張 從鮭魚的生命的密碼 那談到有一個叫做朱仲強 朱仲強他是一個身體整個整個軀 整個扭曲的一個人 他的生命醫生說他只能夠活20歲 可是他呢他叫做拼命的活 因為他只有20歲 他拼命的活活了36歲 他那是不但是活 而且是還認真的去讀書 認真的去寫作那叫做所謂的盤 知識的所謂的盤峰 像你到爬山一樣要爬到那個所謂的高頂 他重視生命的因為他只有這麼多年 所以他珍視那是生命的價值 你說台東的陳述局 陳述局他兼了上千萬的捐款 兼給誰 因為他小時候他的母親就是因為生了弟弟而難產 因為交不起這個所謂的醫院的那個所謂保證金 所以等著他等他父親去把錢借到來了 他母親也就死掉了 所以他的下面的弟弟 又有一個弟弟也是因為都是籌不到錢 而去結束了這個生命 所以他就發了一個願 所以也是他將來要認真的去工作 那他父親說你也不能去讀書 因為你去讀書的話下面有六個弟弟 要怎麼過活 所以他呢十三歲就開始在台東這個賣菜 那他所有的到被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是每天要嘛一個便當是中午到晚上 要嘛是西飯配那個豆腐乳 配配豆腐乳 他是正面刻緊刻錢 但是他賣菜省下的錢都在床部上一個口袋 一個信封袋一個信封袋 就把這個錢也是放在 他是那麼不是有錢 但是他發現說他將來如果他能夠賺到錢 他一定要去救救助哪些人 包括到他幫忙監管給醫院 幫忙監管給他的母校 因為他沒有辦法念書 他就覺得說念書很重要 他就說監管給他們母校蓋圖書館 那監管給台東的一個所謂的育幼院 那個孤兒院的姓子 然後他就是監管給宗教團體 那他不是很富有 但是他有這個所謂的心 所以有很多人他們不是在於說 他是多麼有條件 而在於說他心靈上能夠補上 他過去的那個所謂家裡頭窮 而遭遇到的那麼一大堆的這個不幸 所以是導演李安把他偷偷的把他的故事 把他列給這個世界所謂的 Times他的所謂的百大 影響世界的百大人物 那人家都是包括柯林頓 也當年就是柯林頓也得獎 他就是代表台灣 就是李安偷偷的幫他推薦 推薦這個就代表什麼 但是他不是很富有 但是他的心地很好 他不是只有心地在想 而且他做出來了 他到現在還在賣菜 還在做這個事情 所以我想我們有很多人 在很多的所謂的感覺上 就覺得說我們要多少能力 我們才能夠做多少事情 這個當然固然是事實 但是在某些時候 我們也是不但是量力而為 所以這個我們有時候還是努力 這個努力 我們不通常說我很努力 但是有努力我們有更加的賣力 我們更加的努力去做 做的也許說有點勉強 但是還是可以做得到 所以心靈的昇華 那是第一個先要有這個條件 要有本錢 然後第二個 就是你可能要把你的層次 要能夠更提高 前面所說的陳述局 也許他是一個所謂的 在艱苦的環境底下 他把過去童年的這個不幸 現在用這種方式來求得一種 心靈上的一種這個補上 但是呢是更重要的 就是如果我們能夠把那個層次 所以我們事實上心靈昇華 不是只有在心靈昇華 這是在我們一個人 如果你從一個所謂的 性善的角度來看的話 人是善的 那人更是有能力的 人也是你看很多其他動物的節目裡頭 動物內他們也表現得非常有 有靈性的一面 那我們人更是可以做到 把我們的層次內更加的這個提 更加提升 所以從所謂的卓越 到所謂的補上 到這個昇華 要涵蓋到身心靈的整體 不是只有所謂的心 而且還有身體 還有力行 還有我們的整個呢是在 全整個人的這種這個照顧上頭 那你我可不可以這樣子做得到呢 從學理上 尤其從心理學上來說 我們都可以做得到 我們做得到的理由 第一個就是我們有多元智慧 我們不管說哪一個人 你這個地方不行 可是那個地方行 你這個地方不好 那個地方可能很好 比如說一個最近一個被美國 被請回來在台灣的一個音樂家 這個音樂家他早年在學校裡功課都不好 那麼甚至有時候逃學 結果呢這個一個教官呢 有一天突然發現說他那個吹啦 把他那個什麼這個打鼓的是很好 學校裡頭教官呢正好要找 要找那種所謂的什麼 軍業隊的軍業隊的人 突然去發現所以他這個 就把他找來到他的這個這個 這個軍業團裡頭 他起前也被也不覺得 結果發現說他其他什麼都不好 人家都罵他這個也不對那個也不對 那只有來這裡 來這裡是非常有成就感 有一個有一個南部的一個公的一個公主 廟裡頭的 他原來他是黑社會出身 結果坐了牢回來以後 他們就做一件事情 把他們鄉下村莊附近村莊的這些 所謂的人家看不上眼的這些青少年 這些也是一天到晚惹麻煩的青少年 都把他們找來 找來呢在公裡頭讓他們練功 練功但是還告訴小孩子 他們應該要怎麼樣 要讓家裡頭知道他在這裡 以前那些是亂跑 到處找不到人的 像是說要守規矩來這邊 甚至於說到一個每個階段 都有些什麼肯親會的那種性子 把父母親把長輩都來這裡 參觀他們是怎麼在做些什麼事情 那這個人你看他呢是在 過去的不但是是把他的 所謂的人家所詬病的這些缺點 把他修正到 而且還做了些另類的這種所謂的 讓別人來敬佩他們的事情 所以我們說我們每個人都有所謂的 心理學上Gardner所說的 我們人有七種這個智慧 尤其是我比較欣賞的後面兩種 一種你們參考我的綱要裡頭都有寫 你們可以看得到就是一個叫內型 就是反省的功夫 一個人就因為跪在乎有反省 所以我們才會改進 我們才會往上這個提升 我有一個在哈佛顧問公司以前上課的時候 有一個這個大老闆來跟我上課 他告訴我他以前就是黑社會的投資 他在什麼時候改變他的人生觀呢 他說他有一次在東部山區逃 逃亡的時候不小心車子掉到這個山谷裡頭去 被一個平常在他的這個過去的市立岩裡頭 看不上的一個原住民村戶 這個村戶上山去採中藥 他採中藥結果發現說有車禍 這個村戶呢是很冒險地爬到這個山谷底下去 結果因為他手上有那個這個藥槽 結果把他救 把命就一個死掉了 那麼他被救回來 結果他從此這麼這麼 所以剛剛悟他這個是悟到了 以前的觀念以前的價值現在完全改變 結果他回來以後救回來 那命也找回來 然後呢他呢就是後來去投案 投案完了以後出來 他就第一個去感謝這個原住民這個村戶 那第二個他改學歸正 從此呢是他原來還有一些有有有有些資產 所以他呢就是做了專門他去收羊 收什麼人呢 收那些呢是原來在學校裡頭 所謂的逃學在這個所謂的社會裡頭 所謂的犯罪的青少年來做他的幹部 那他一個一個把他們改造過來 那這個是在哈武公文公司跟我上課的一個 一個一個當時當老闆的一個人 他告訴我他的這個整個的一個背景 所以我們說我們升華 不管你在觀念上的提升 你在能力上的這個提升 你在實際操作上的成果的提升 還有你去把它轉移到變成 以前你沒有機會去愛別人 你現在可以去愛更多的直接或者間接 甚至沒有關係的其他的人 比如說各位都知道 比爾蓋茲是有錢人 有錢人 那巴菲特也是股票的大王 那你知道他們兩個一起做過什麼事嗎 這個比爾蓋茲捐了300億的美金 用他太太的跟他的名字作為基金會 那做一個什麼教育基金會 他們做的是專門給全世界落後地區的人們 那他們提出怎麼改造他們的社會 怎麼樣的提升這個教育的這個效果 那他300億 用他太太跟他的名字 結果第二個禮拜 這個巴菲特呢 又捐了比他更多325億 給他不用自己的名字 就是把這個錢 捐到比爾蓋茲的這個基金會裡頭 就這個就變成一個公 一個公還 那讓全世界都來申請這個專案 那尤其是落後地區 尤其像非洲的某些地區 那就來申請 那他們還幫他們 幫他們的規劃 幫他們說怎麼樣子能夠去執行 幫他們怎麼樣真正能夠把這個錢 用在那個真正提升小孩子的教育效果上頭 那我想我有一個學生 他那是在柬埔塞的一個 一個比較偏遠的地區 他本來是華航的這個孔小姐 他本來也是那是這個 在大學裡頭 那就是學的是社工的 那麼他現在到現在 他是還在還在做這個工作 做這個所謂的華人在這個比較貧窮地區出身的 這種這個所謂的救濟的教育工作 那他們也可以說基於這種所謂的 人性的光輝的一面 所以所謂的這個生活 他在某些時候是因為我們認同 這所謂的人是善性的 認同人是有能力的 那我們能夠怎麼能夠去做得出來呢 可能很重要的 除了我們有多元的智慧條件以外 我們更重要的 我們人都可以去悟到一些東西 那如果說你能夠悟到 那你就會自然的會想辦法把自己再往上提一點 往上再提一點 那我們法獎師們也一樣受師傅的感召 那麼大家來更之重要的就是 不但是接傳承 而且是更要把它發揚光大 我們中門本身就把世界和平當作一個重要的指標 但是就必須要是你我大家 都在這個所謂的小角色裡頭 不管這個位置如何 就能夠善盡你的角色責任 跟表演你的角色的這個所謂的行為出來 那麼心靈昇華我想要談 我可以談三天三夜 那我想我就到這裡把它結束掉 我想因為後面的時間我們留給師傅呢 師傅你請 各位同修 我們各位專家學者 剛才的一席話 我感觸很多 我還要努力 剛才我們 黃院長 所為我們開示的鬼谷子 鬼谷子的他的智慧 是自國的智慧 自家自事業的智慧 我們要會 古至今用 古人的智慧 老早就已經將我們人 未來無論幾千年幾萬年 不變的真理 都用書寫得清清楚楚 只要你去悟 還有說 我們的古聖 孔子 和無道一以貫之 無道就是講我們的心 我們的生命 一以貫之 我們的生命是永恆 不是現在的幾歲幾歲而已 那今天我們 剛才黃院長 告訴我們的 鬼谷子 鬼谷子 他的智慧就兩千 三百五十年 你們今天 大家一起回到兩千五百 三十年前 五十年前 我們的壽命 壽事 所以你們在座 現在大家都是千歲 千歲 千千歲 所以我們要去悟 那麼 老祖要我們讀《易經》 一直在談 告訴我們 福西一化開天 再化辟地 人力其中萬法生成 就是將我們的壽事 歲事 追根溯源回歸到 七千三百五十年前 雖然我們都忘記了 我們有七千三百多歲了 但是現在的三雲年 老祖又開了這個法門 讓我們能夠 從心靈上回歸到 無量壽的歲數 所以各位同學 你們大家比皇帝還大 皇帝 萬歲萬萬歲 事實上他也是萬歲萬萬歲 不是我們所想的這麼的 絕 楊院長剛才所開示的絕 絕之 所以我們上課 在共修 我看你們我都不敢 瞧不起你們 因為你們坐在台下的千歲 都是萬歲 千歲啊 大家好 好 那麼相對咯 我們要相互尊重 都是千歲 來到世界上再走一趟 外面外表 看來他是很漂亮 他很醜 很胖很瘦很矮 事實上 他裡面的佛性 都有千歲萬歲 所以老祖師 都能再開一句 一句話 零三儀會萬年燈 四八大院照光明 王殘老祖廟祝聖 家齒冠頂見太平 所以希望各位 我們要 覺 我們要悟 要知道自己的壽事 稅事都有千歲以上 所以不要相互藐視 瞧不起誰 也不要 瞧不起說 他比我沒有錢 他比我有錢 他怎麼樣 都不要這樣 我們的歲數是平等 是等號的 所以 預祝各位 大家都是千歲 萬歲 萬萬歲 祝福各位 我們謝謝 教授給我們的 開示 大家鼓掌謝謝 我們今天的論壇 就到這裡 告一個段落 謝謝我們 道場 這樣子的支持 我們本來 原來的活動都在台中 到台北一小部分 那麼這次我們特別說 我們就服務到家 那麼就也特別 希望能夠幫 安排的道場 幫各位把這個氣呢 重新再聚一聚 我想今天各位來 固然 你也花了一些時間 但是我想 你不管從哪一個角度來看 都是很值得也很花得來 我們希望這個活動 能夠讓我們各道場 尤其是能夠承辦到的道場 我們都能夠大家 獲益 我們 電視台的幾位 我們大家做的都很辛苦 他們站的 這個長鏡 長那個鏡的頭 都非常的辛苦 他們是怕來不及 從昨天 他們從昨天 就已經來事先進駐 而且是來安排 我們到場 包括到我們廚房 鄉機組 也都很辛苦的準備這些 那我們就是謝謝各位大家 一起共襄盛舉 謝謝各位